一把不能拍算的刀是一把好刀吗? 张小泉菜刀,王麻子剪刀,山西的刀削面一样,属于中国的百年老字号 百年老菜刀却提醒顾客,菜刀只能用来切菜,拍算就能把刀拍断 这种说辞谁能相信呢? 事件的起因是一位女士,使用张小泉排的菜刀拍算,结果菜刀一分为二地断了 张小泉厂家锻造菜刀的秘方很神秘,制作的菜刀果真就很神奇了 他家的菜刀在厨房里的地位,就像倚天屠龙记中金毛狮王谢逊的屠龙宝刀 也差不多是峨眉派的掌门人灭绝师太手中的倚天剑 在刀戒中富有传奇色彩的宝刀,谁拿到就能称霸武林厨房 萧铁如泥指的就是张小泉了 但这家拥有四百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菜刀却因断刀上了热搜 网友们并不是意外张小泉的菜刀会断 毕竟当年周芷若也是批断了屠龙刀和倚天剑 才拿到的武林绝学,酒银真金 意外的是一把百年老菜刀的硬度居然不如一半算 最可笑的是张小泉店铺的售后客服回应 菜刀不能用来拍算 得到这样的回答,张女士自然是不能接受 于是便把客服的聊天记录发在了网上 这一发不要紧,很快就引起了网友们的讨论 不能拍算的刀就是装算的刀 据悉这把装算的刀叫龙雀双斩刀 产品参数表中显示此刀的锋利度和耐用度都很好 特别著名只能用于切割,不能用于拍算 如果想要吃蒜泥就得用刀面横压 不是质量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了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 判断一把好刀的标准就是它能不能拍算和拍黄瓜 这属于一把菜刀的基本功能了 难道也要出现菜刀界的爱马仕和LV了吗 去奢侈品店,买了一双好几万的高跟鞋 穿了几天,鞋底快要掉了 回过头去找贵姐,人家告诉你 我们的鞋子是用来走红毯的 不是用来上班走路的 但奢侈品大多是外国品牌居多 可能人家觉得中国人,人傻钱多 人家的产品给有钱人准备的 作为百年老字号的张小泉不就是应该设计出来给多数国人自己用的吗 中国人用的菜刀不能拍算,这件事扯吗 张小泉断刀的事传得沸沸扬扬 专业打假团队开始实践了 他们把张小泉的菜刀送到专业的质检中心 进行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测定 得出了结论,说 具有硬度高材质的刀具就是比较脆 有时候可能就用一点小寸劲就能使刀损坏 磕碰或者拍打都很容易出现锻炼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拍黄瓜拍蒜 可以选择其他材质的刀进行处理 好钢用在刀刃上,而不是用在刀的外形上 这样的解释实在是有些说服不了大众 百年老字号的菜刀比普通菜刀的价格贵不少 买了这把刀,啥也不能干,难道是趁着价格高收藏用吗? 市面上卖的刀都是成套卖,而不是按照单个零售 一套就得上千元打底,用途越少 商家的发财商机就越多 就张小泉家的回应 切肉用切肉刀,切菜用切菜刀 切水果又有水果刀 分来分去都有清楚的分工 作为百年老字号传承的菜刀 其品质应该是更值得消费者信赖 这动不动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 买一把好刀不能多用 没有更多用武之地,买它又有什么用 张小泉菜刀上市已经很久了 其公司在菜刀上的专利就高达220多项 含金量高的发明专利有两项 菜刀种类繁多 可以为消费者挑选到最适合的刀 张小泉菜刀属于吃着百年老字号的红利 品牌利润是年年攀升 更令人无语的事发生了 张小泉负责人接受采访说 你学了几十年的切菜 错了 你切菜怎么切的 220多 所有的米其林厨师都不是220多 这暗戳戳的隐喻就是在变相的崇洋媚外 中华文化上下5000年 饮食文化也早已扬名海外 用中国本土的东西比较外国的米其林 典型的就是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几十年的拍算大法 用了张小泉的菜刀就不能再用了 品牌方还说切菜方法是错的 国人白学了几十年的烹饪 此番言论一出 张小泉是彻底掉入了火坑 菜刀质量不过关 品牌方口出狂言 难道是想乘着一波热度火一把吗 百年老字号张小泉 品牌被捧得越高 摔得就越惨 从前的张小泉被外界称为中国刀王 以前公认的国民品牌 但即使这样也不能成为嚣张得瑟的理由 这次意外事件的发生 无疑是厂家的质量问题 张小泉负责人的回应总是避重就轻 对于自己品牌的错误完全没有意识到 随着舆论发酵 品牌负责人再次出来回应并致歉 大概意思就是说 当时采访的视频被恶减了 人家根本就不是那么说的 都是别人的无理取闹 最终的因果关系还是没有被正当回应 即使消费者承认 米其林大厨的刀工更胜一筹 人家切菜就是玩的艺术感 中国人做菜讲究个色香味俱全 但是张小泉是主打国内市场的 14亿中国人要是不买你的东西 国外的三三两两能有个好销路吗 单一的效仿国外 只会给产品在中国市场抹黑 张小泉最初创了品牌的时候 米其林的新级厨房都还没有出现 更别说大事了 百年老菜刀就是等着人家出现 给外国人设计的 一直在时刻准备着 典型的身在曹营心在汉 客户间谍的套路 在这把百年老菜刀的身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 对此中国人不乐意了 产品不过关承认就好了 非得搞抬高自己身价那一套 张小泉作为国民品牌 也一定知道中国人拍算的这个习惯 根据他的回应 基本的品牌理念都是在照着国外 米其林是米其林 中国人的家常便饭 谁也不会搞那么多的花样 张小泉不能拍算的菜刀 做工材质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利 材料中的成分主要是碳含量高 碳含的越多代表刀就越脆越硬 从事件图片可以看到 断裂菜刀的含碳量约为50% 既锋利又脆弱 这个说法又给品牌找了好借口 但是普通人做菜谁管得了那么多 拍算是必然要做的 断刀却成为了偶然事件 一把合格菜刀的精髓都不在了 作为百年品牌的张小泉 或许已经忽略了国内消费者的实际需求 张小泉菜刀经过此次事件 在群众面前是彻底立不住脚了 售后客服的一句菜刀不能拍算 直接将品牌的后路断了 品牌负责人的模糊言论更是在火上浇油 终究是把百年老字号的牌匾给摘了下来 品牌负责人的模糊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